橫曲勾 橫曲勾就是一個橫畫 再加上一個伏額勾 所以這個在寫的時候前面要起筆 這裡要起筆,後面不用起筆 好,那我們來示範一次 橫畫起筆 伏額勾起筆,繞過去慢慢變粗 後面粗了以後慢慢變細 他的羽毛 再看一次 你可以分兩段,第一段是橫畫 第二段是伏額勾的起筆 鵝脖子,鵝身體,鵝的羽毛,最後收尾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側面 橫畫 伏額勾起筆 繞一下一個洞,做一個弧度 加上粗細油 往上送出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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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